由中科院自主研發的編號 1611騰雲號無人機 昨天下午在執行例行訓練的時候 緊急迫降在台東火水湖附近 擦撞的過程呢 過程是 迫降的過程是擦撞到了樹木 造成了機體的毀損 中科院晚間封鎖現場見識 初步研判是控制系統的異常 中科院表示這架無人機為原型機 具備偵查和掛彈功能 造價兩億元 所幸墜毀事故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也不影響後續的研發計畫 大批警消趕來救援 現場樹林裡一片凌亂 可以看到飛機殘骸 還有機體零件散落一地 而且機身還硬有國旗 18號傍晚 一架無人機 從台東制航基地起飛 執行例行訓練 晚間六點多 因為控制系統異常 必須破降 在破降的過程觸及樹木造成機體毀損 幸好無人傷亡 中科院和軍方人員來到現場檢視狀況 並立刻執行吊掛作業 清理散落零件 同時收集數據做進一步分析 中科院緊急發出新聞稿 證實是一架編號1611的藤雲無人機破降墜毀 根據瞭解 藤雲無人機具備空中監控電子反制 以及掛彈攻擊的能力 這次失事的無人機 是中科院在2017年展示的初期發展原型機 每架造價約兩億元 中科院初步研判是控制系統異常 才導致這起事故 也強調這起事件不影響 後續大型無人機的研發計畫 記者張明哲政委員 中天剛綜合報導